要说中国当下最火红的人物 肯定非徐晓东莫属 被整个武林围剿的他 接挑战书接到手软 一个不小心就要变成夜问了 徐晓东要打十个恐怕有难度 打七个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下 徐晓东修武了杨氏太极拳之后 和太极拳门派结下了梁子 七名自称是陈氏太极拳弟子 星期四上门围堵徐晓东 七个弟子各个魁武巨大 徐晓东有胜算吗 你说退险不能打 球哪里面就能说退险不能打 现在我们俩在逃续 我不能逃续 我有时候该走了 要不然跟我的一块走 好汉不知眼前亏 徐晓东想来一招缓兵之计 但是七名魁武大汉也不是省油灯 硬是缠着他不放 徐晓东最后把心一横 直接报警 我问你们 你们可以从国家带着乱 欢迎吗 他们现在不说话 也就是说他们用身体阻挠 法律上中国的法律 限制人身自由 报了警后的徐晓东马上变脸 从处于挨打变成咄咄逼人 七条大汉就这样被打发走 但是事情没有就此落幕 七名大汉中的领头羊随后接受访问 抖出了风波不为人知的一面 因为没办法跟他讲 他是一个不讲人 就是简单的 他是一个无赖 你怎么跟他讲呢 你说随时随地交流 我们过来 对吧 就开始报警 就把我们带到楼上 开始路面视频直播 说我们来围堵他 听他这么一说 围堵风波就变成了罗生门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徐晓东再强也好 遇到麻烦时还是得选择报警